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45年9月2日,是以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和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等部从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联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了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范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波及面积十分广大。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九千余万人,也就是说差不多每22个人中就有一人因为战争而死亡。 战争的惨烈程度就不用多说了。 像列宁格勒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冲绳岛,战役,台尔庄战役,宗户会战等等这些十分惨烈的战役数不甚数,多达五万多亿美元付诸东流。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以中国、美国、苏联、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虽然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次战争带动航空技术、原子能、重炮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那么二战中又有哪些你不知道的秘密呢? 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11月11日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当时法国匪迪南扶续元帅,夏图真位高兴地说说,这个条约至少能停战了二十年。 于是二十年后,德国吞并到地地,侵占杰克斯洛伐克,这中间就刚好是二十年。 二、埃尔恩隆梅尔绰号沙漠之湖,帝国之鹰,是那对德国中为数不多的好人。 他对待俘虏很人道,也不执行命,并杀死犹太人。 最后,为了德国的前途还密谋刺杀奇特勒,无论是周星国还是同盟国都为之感到晚期,后人还为他建立了博物馆。 要知道他可是第三帝国将领中,唯一一个拥有博物馆的人。 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在一节火车车厢,离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二战期间德军占领法国后,德国人专门要求在同一时间同一车厢,内让法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四、这件事都被认为是德国人复仇成功,随后更把这节车厢,被作为战利品运到了柏林。 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飞机降落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小岛上的原始部落居民从没见过飞机,他们认为美军就是神。 在他们看来只有神才从天而降,后来美军还在这个小岛上修了简易机场和港口,随着接触文明社会,这些原始部落居民才知道原来美军根本不是神。 五、在1939年到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著名的芬兰狙击手西蒙海耶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杀死了超过542名苏联士兵,被称为白色死神。 当人问他,每当他的狙击枪杀死一个敌人时他有什么感受? 西蒙海耶回答,强大的后座力,这位传奇狙击手,世界狙击之王在2002年4月1日去世。 六、其实在德国战败,后有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苏联人在德国至少留下了数十万个孩子。 七、在二战期间德军曾制作了一个征兵海报,海报上是一个叫沃纳哥德堡的年轻人,旁边还写上字,这是理想的德国士兵,因为沃纳哥德堡外表英武帅气,具有纯正日耳曼人气质,然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纳哥德堡其实有一半犹太人血统。 八、在二战期间美军曾组建了一支由艺术家、设计师、音效师、布景师等组成的一支特别的部队,名为幽灵部队,这支幽灵部队的工作,就是用冲气坦克和音效等迷惑德军,经过德军还真就被迷惑了,美军依靠这些冲气坦克,骗过了德军好几回。 九、在二战中有一些德军士兵被俘后,被送往了加拿大监禁,然而加拿大人对待战俘实在太好了,以至于后来这些战俘都不想离开了。 10、在二战期间,英国士兵每天只配发三张测纸,而美军士兵却是22张。 当时好多英国士兵无不羡慕极度狠地说,美国人的屁股就是大。 11、在二战中澳大利亚军队,终有一条神奇的狗,它的听觉异常敏锐,它可以在飞机出现在雷达上之前却发现飞机,并且能分辨出是盟军飞机还是敌人的飞机。 12、在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长期之前,曾经连续好几天在广岛,长期上空从飞机上散发传单,提醒日本民众若想保命,的话请尽快撤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